佛教人善悟念统统放下 然后那个念叫禁念 禁念是善悟念都没有 那你这下的 清净心里面没有善悟 清净心里面没有是非 清净心里面没有争望 换一句话说 凡是相对的在清净心里头找不到 所以清净心本来无有啊 你才七个念头已经有一无了 又七个念头就有二无了 我们凡夫啊 念头不断了 无量无边了 千念念后念就生 这是什么呢 无实烦恼吸气 法身菩萨有无名吸气 我们呢 有无名吸气 有沉沙吸气 有见死吸气 可麻烦了 这个是归类啊 三大类啊 每一类里头 无量无边啊 我们生活在哪里 不是这一世啊 过去无实 如果这一生不能讲 不能够往生 未来无踪 无实无踪 生活在烦恼吸气的里面 苦不堪言啊 六道里头 头出头没 佛在经上讲 生死疲劳啊 这话讲的真的 一点都不讲 生死疲劳 佛法 什么叫佛法 总得搞清楚 法是一切法 你也不必讲什么 世间出世间 全都包括在其中 那一切法 佛是什么意思 觉悟啊 所以佛法两个字 就是对于一切法 觉而不明 这叫佛法 佛法是觉而不明 正而不喜 静而不然 这都叫佛法 佛法是觉真进 身体清净 没有染污了 这个时候 就神智慧了 静干经上说的好 信心清净 自身实相 实相是智慧 智慧 智慧升起来了 你当然就不迷惑了 受持是心仲慧 是心仲慧 哪一发不是佛法呢 心不清净的时候 哪一发是佛法呢 所以 所以 事发复发了 没有差别 总在一念之间 一念觉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一念迷 佛法生三宝 也不是佛法 这个道理 事实真相 不能不搞清楚 你要不清楚 不明了 你学佛 无从下手 学佛 总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学佛 就是学佛物 换一句话是 学不糊涂 学物就不糊涂 糊涂就不学物 谁愿意糊涂 谁愿意糊涂 谁不愿意觉悟呢 学佛物 学佛物 你就得大自在 不 那你就受大苦恼 苦恼 也不是真正 它是不相应刑法 确实有这些事 你认真去追究 实在是了不可得 所以 佛常常用梦花泡淫来做比喻 说得真好 梦黎明 有苦恼 醒过来之后 什么也没有 我们堕落 在六头 在十八戒 就像在梦中一样 觉悟了之后 就像醒过来的一样 六到十八戒 没有了 一场梦 一场噩梦 在清醒过来 我们这个梦做得很长 醒不过来 祝佛菩萨 硬化到 九法界来 来干什么 把我们唤醒 就这么会死去 以善巧方便 帮助我们 破密开悟 历苦的路 这个苦 就是讲的 六到十八戒 没有不苦 落实什么 醒悟过来 回到一阵法界 是这么会死去 的 是 词 没 都 是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